有一股... 消毒藥水酒精味 安妞! 我是MIRROR 意大利不同地方都有著名不同食物 譬如拿玻里有著名披薩 羅馬有著名披薩 現在我在佛羅倫斯 這裡有著名的牛扒 現在就有著名的牛扒 終於進來了 真的超級多人 這間其實是非常多觀光客會來的一間餐廳 其實我們也是看了網上的推介 然後我們才慕名而來的 我們剛剛三點才預約 幸好預約得及 其實剛剛打算試一下 就想不到真的預約得到 非常期待 因為佛羅倫斯是最出名的食牛扒問 網上看到的所有評語都是大讚特讚 而這間餐廳最出名的就是 一公斤牛扒 是T骨扒 T骨扒 雖然說一公斤 好像很多 但是說兩個人吃適合就好 骨頭應該佔了很多衝量 麵包好吃 第一次聽到麵包好吃 意大利的麵包真的不太適合我 因為都很乾很硬 好鬆軟 第一次吃到這麼鬆軟的麵包在意大利 本來也不知道 原來歐洲人的口水抹 不知道有什麼成分 會令到吃麵包的時候容易吞 不會那麼容易覺得乾和不乾的 是跟我們亞洲人有分別 普通一般我們亞洲人 是比較難接受歐洲的麵包 但是我覺得因為這裡 因為太多觀光客氣了 所以他有改良度 麵包好香啊 剛剛看到他說這個是 True Italian drinks Tangerine的味道 好喝喔 但他有點像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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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啊 究竟這裡的牛排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呢 說真的 網上的東西是不可信的 我來之前都是抱 半信半疑的心態過來 待會就會知道 究竟這些食物是否真的 說到這麼出神入法 真的這麼好吃 說這麼快 我們的前菜就出來了 是Tata 開動 為什麼經常都會說日文的呢 好吃 因為來意大利 一直都想吃三文魚 但是一直都不能吃 南部是比較少三文魚 好感動啊 有三文魚吃 其實平時我就不太喜歡吃三文魚腩 太膩太肥 但是他這樣的做法 這樣我就會接受到 好棒啊 他好RAR 好Mini 好生 給大家看看有多生 其實為什麼會叫三成熟 因為我上網看到很多評語都說 叫五成熟的話 可能會 我的菊 怕會變成很硬很乾 所以我就叫了三成熟 但想不到他真的那麼生 其實我本身不太可以吃很生的 我是吃不到韓國的生魚肉的 不太喜歡吃 這個我會努力嘗試一下 看上去很棒 聞上去很香 表面是很脆 切的時候我也覺得很棒 很香 牛味 牛的酥味 它外面很香 入面很鬆軟 不知道它的調味夠 它只是鹽 還有黑椒 嘗試它的薯蓉 它的薯蓉又是 好像芝士醬一樣 很滑很滑 它加了很多奶油 它雖然是三成熟 但是我接受到它這個生度 可能因為它的外表實在是煎得太脆 不太覺得裡面那個生的感覺 切下去的時候其實是沒有血水出來 但是它這塊肉是粉紅色的 很香 我只是聞味已經是香到爆炸 它那一刻有點像年糕的質地 嘩 它的味道這麼重 嗯 它的醬汁是非常入味 很香 瘋了 其實本身呢 我今天沒有想著來 本身是拿到家 但幸好我來了 這個名字是要做 Potato Dumbling 它就是薯仔 然後捏成一個球 這個薯仔球是很硬的 好香啊 我覺得這個很OK 它味道超好吃 但是我覺得要來吃 如果就這樣來吃甜果扒的話 可能就差一點 但是連其他 包括這個 松露 Dumblings 的話 就很值得來吃 它剛剛給了一杯 黃色的小杯 不知道是不是檸檬汁 它說有助消化 好像藥 聞起來是檸檬 有陣燒到藥水酒精味 有沒有可以濃厚到這樣 我覺得它好像裡面有厭脈片的感覺 其實太飽了 忘了結尾 快牛排是吃不完 我們還打包了回來 我們本身以為是不能打包的 但它也很好 其實餐也不算貴 我們剛才買的103歐 每個人是50多歐 即是不用500元港幣 500元其實是香港的 是絕對吃不到這個份量和這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是超級推薦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哪一種食物是最好吃的 因為我們兩個人 我們只吃了三個食材 好啦 如果你要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下自己 還有記得follow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態 我每星期準時10點 但不定時出新片 如果按這個訂閱和隔壁鈴鐺的話 就不要忘了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